我不是啦 成吉仔帶我去救我女兒 是不是想找家維 我不是跟你喊家維 你吃我的住我的住我的 睡我的我的 你是不是人 對 做雞做到門做到沒有人 我家安華的姐姐 你也是雞還是做老雞 有沒有曾幾何時 覺得空虛覺得直目覺得冷 有 關你什麼事 不關我事 我做雞鬥都想雞那號 他一沒心機就當晚客客 那些客人就會生氣 一生就不來不來就倒閉 我就睡家 你夠膽說不關我事 你幫我嘴 一轉生氣那兩年 一轉生氣那兩年 一轉生氣那兩年跟你倒閉 一轉生氣那你沒事回 沒事回兒子你生的 我看你耗得機率 惡得你斷氣為止 武裝令我化妝做鬼好過做人 我做人隔到你抽筋做鬼黑 他你失魂 為何這個年輕人爛知識的威力 突然間增強了幾萬倍 你沒事吧 脫開 年輕人 你有本事不要走 我拖回來看你的頻道 我等你 大家好 歡迎來到革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友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戴回頭盔 戴遠 紅燈區其實是由英文 Red Light District直役 意思即是妓院的範圍 和19世紀美國西部風造有關 聽說那時的鐵路工人 會趁著工作放brick的時候 去找妓女放鬆一下 我看到有個雞鬥啊 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把自己 隨身攜帶的紅色工作燈放在屋外 這樣做是因為萬一出現緊急的情況 他們的同事都可以很快地找到他們 也有人說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妓女會用紅色的燈光 來掩蓋他們身上的性病特徵 或者是身體的缺陷 來特別營造浪漫的氣氛 另外 一部分人認為 紅燈是和宗教有關的 聖經裡面有個妓女叫做拉合 他救了兩個以色列探子之後 他就用一條紅繩綁在自己家門口 等自己和家人在以色列攻城的時候 受到保護 所以之後的妓女也都用紅燈來紀念拉合的行為 在紅燈區出現之前 其實全世界最早的妓院是出現在中國 公元前680年左右 由齊國人管仲建立 他是春秋時代發家的代表人物 齊國的政治家哲學家 管仲年輕的時候周遊列國 二十歲出頭的他 血氣放肛 在經商的路上難免要解決生理需要 所以當時的他就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很難找女 第一次管仲去到老國做生意 在老國 管仲基本上是找不到任何的娛樂項目 看兩眼的女兒都會被人罵 所以他之後就不會再去老國了 第二次管仲在衛國做生意 衛國是一個比較前衛的國家 所以都很開放 一個生意上的朋友知道出外經商的難處 所以就偷偷地幫管仲找了一個女人 也就是當時的企街旅 他還特意催促管仲快些完事 因為被人抓到就麻煩了 於是這個朋友就在外面看水 管仲就在裡面 趕快搞定了 事後 管仲心想 做這些事都要提心吊膽 真是沒人 不過無論如何 衛國都是比老國好一點 去到第三次 管仲來到楚國 楚國就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家 在這裡 企街旅很多 全部都是處於半公開的狀態 當地做生意的partner 就直接幫管仲找了兩個 服務好 價錢又公道 管仲事後就覺得楚國真是最好 就是因為受到這樣的啟發 管仲做了齊國宰相之後 就開始大興土木 在齊國的首都中心 建立很宏大的妓院 根據東周策記載 齊換宮 宮中女士七 女雷七百 也就是說 一個妓院裡面 足足有七百個性工作者 七間妓院放在一起 盛項盛始 也就是今天紅燈區的初營 不要以為這樣的風氣 很影響國家發展 其實正正相反 首先 馬丫佬有地方解決他們的需要 個人穩定了 老實了 也不會周圍一下跳 第二 由於國家大妓院 是屬於國營企業 稅收就源源不絕了 第三 一個省鏡的妓女 就是一個國家的生蕉牌 所以 其他國家的商人 貴族都會慕名而來 不叫都看下 人流多了 自然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 第四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管仲自己方便 就是這樣 林之城的人口 就一年比一年多 齊國也發展成為 春秋五霸之首 順帶一提 其實為什麼妓院 這麼順利 可以通過二讀三讀 直接發展呢 其實是跟當時 齊國的君主 齊援公 混不得女有關 當時 在齊國有一個風俗 叫做淫賓 每年春天 男男女女都公然在城外的樹林 偷歡享樂 所以 有一次齊援公 亦都故意微服出巡 去參與一下這個淫賓 但是他去到現場 吸引到的 全部都是阿婆 或者是寡婦 而其他美女 或者年輕一點的女生 就全部對他視而不見 還罵他是 肥蠢 矮毒七臭的狗公 激到齊援公 馬上班師回朝 從此禁止淫賓 於是 管仲就在林之城 設立了300間妓院 高身聘請一些能歌善舞 又性愛風流的妓女 妓院一路發展 其實很有規模 當中還衍生了很多不同的術語 其中 黃白蛋和大陸母 亦都是出自於這些妓院術語 現在 我就逐個解釋給你聽 長三堂子 是高級妓院的稱呼 所謂長三 就是因為 無論你喝茶 陪酒 或過夜 都是收三個銀元 三萬元 過夜 而在這裏的妓女 全部都是青春少女 而且是賣藝不賣身的 這裏最妙的 就是賣藝不賣身這五隻字 懂得玩的 自然有很多方法 可以令到對方賣身 如果你不懂得玩的 就好像傻仔一樣 天天來送錢給兒子 至於妖儀 是中級妓院的意思 在這裏 喝茶要一個人員 陪酒要兩個人員 所以妖儀 也就是一二 至於這裏的妓女 和長三剛剛相反 這裏是賣身不賣藝的 他們不懂賠酒 不懂猜妹 所以只會賣身 有些女生 離開了長三之後 就會去做妖儀 因為妖儀賣身 賺得很快 不像長三一樣 這麼大競爭 鹹肉裝 即是指嫖客進來之後 龜婆就會叫所有妓女出來 排成一字 讓客人選 就好像砧板上 有不同的肉類 有腩肉 有排骨 也有肥瘦適中的五花腩 任君選擇 而台基 即是男女優惠的場所 一般來說 就會收取一筆昂貴的房費 而且是計算中數收費 台基的老闆 越是口封緊 幫客人保守秘密 他們的生意就會越好 聽說當時在上海興起 這群妓女會在路邊拉客 有理沒理 就先拉客人入自己家 不管她肯不肯做 都是先收錢 這種妓女就叫野雞 而最後一種 C門頭 即是指沒有agent 妓女一般都是因為生活所迫 所以唯有去賣淫 他們通常門口都不會掛牌 一旦生活好轉 就會停止營業 換句話說 即是今日期間限定的PTGF 在妓院裡打雜的男人 叫做烏龜 亦都叫做亡伯 當時在封建社會 這群男人是戴著綠色的頭巾 因為龜頭是綠色的 所以這群人就叫做烏龜 而亡伯為什麼呢 聽說以前的人是以 孝啼忠信 禮義廉恥 這八個字來做人 因為戴綠色頭巾的男人 是不知羞恥 亦真的忘記了第八個字 所以亦都叫亡伯 而亡伯 在普通話的讀音來說 跟黃伯是差不多 所以烏龜黃伯蛋 就是來自這個典故 妓院裡的媽媽生 又叫做老寶 有些妓院 烏龜也是老寶的老公 有些時候 老寶看中了嫖客 他們會願意自己犧牲食尚 還貼錢給嫖客 而且她的丈夫是一點都不理 所以當時社會上 一群男人 老婆勾佬 還要戴綠色頭巾 相信都夫之欲出了 這個就是正宗 初代大陸帽的由來 人們經常說叫雞 其實為什麼妓女 他們會叫做雞呢 聽說是有以下幾種說法 不知道你們拜誰呢 通常人們說些嫂妓話 或者禁忌的字眼 都會修飾一下她 不要說得那麼明顯 例如 而妓女的妓字 在普通話來說 跟雞字是相似的 所以也都叫做雞 聽說以前宋朝有一個名妓 叫做李詩詩 她開工的時候 會特別喊得很大聲 半夜三更就吵了街坊 那時候 妓院旁邊有個年輕人 很不明白 就經常問大人 為什麼姐姐每晚都在叫 叫什麼 大人就馬上不知怎麼解釋 馬上說 你懂什麼 那些雞來的 那些雞提 晚上 不要多問 於是 這個小孩 就仿熱大悟了 剛才我們說到妓院的媽媽 老寶 寶其實是一種雀 這種雀的癡性 會在交配的季節 跟很多的雄性雀交配 所以妓院的老闆 又叫做老寶 因為老寶是一種雀 所以她領導的女生 亦都是鳥的一種 所以當時的人 就會很自然 將他們歸納為各種的鳥類 例如是鷹 例如是燕 例如是鷹 例如是鷹 而當時最常見的一種鳥類 就是家禽 雞 所以逐漸 妓女 亦都統稱為雞 古代人 古代人大部分都是以武農畜木為生 他們認為雞不停咕咕咕咕咕咕 是為了叫人起來做事 而妓女 不停咕咕咕咕咕咕咕 就是為了引起男人的性慾 她這樣叫是沒什麼性慾 所以 他們就用雞去比喻妓女 18世紀的歐洲 正正是娼妓的黃金時代 由於17世紀的歐洲 清教徒主義盛行 壓制很多人一切的正常慾望 所以去到18世紀 隨著英皇查理二世的復辟 就開創了享樂主義的時代 性的風氣也特別活躍 當時的女生通常都是為了錢而入行 其中一種就是要追求獨立的女生 除了身體以外 她們沒有其他本錢 所以就只可以通過出賣身體 去獲得富裕和獨立的生活 而另一種就是年輕的寡婦 或者是未婚的媽媽 她們本身賺錢不多 為了要養子女 所以她們迫於無奈要加入這個行業 當時妓女這行有多好賺 一個資質中等平平無奇的妓女 一年就可以賺到超過400英鎊 而一個正正常常的清潔工 一年做到死 只可以賺到12英鎊 19世紀初期的巴黎 在拿破崙稱帝之後 就整頓了法國的性產業 規定巴黎的妓院 必須要登記 以及由女性經營 而且裡面的妓女 每隔兩個星期 就要去身體檢查一次 我們看看1850 巴黎的妓院 整個建築物是很華麗的 裡面有圓的石柱 分了幾層樓 建築風格多數都是棉 或者天鵝絨的質地 去營造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大大細細 薰暗的玻璃燈 就營造了多一份情調 裡面的妓女 也是當了這裡是自己的家 當有客人來 就會出來給客人選 可以看到當時的妓院 是很明正言順去經營 不需要任何的掩飾 剛剛看到的妓院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個規模的妓院 當時在歐洲是開到成行成史的 而且他們更Pro到出了一本圖鑑去介紹妓女 在1883年 一本專為自由行而設的嫖妓指南 叫做巴黎美女 給來到寬裕城市的觀光客的極樂指南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這本圖鑑 當時法國最著名的名記 他的客人還包括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 他的絕技是不咬傷 Cora Pearl 他穿著大膽 總是會給人一種很驚豔或敬畏的感覺 他的絕技是全身都是飾物 Alice Lodi 他同時也是一個天才女演員 他是願意為了收錢而做任何事 他的絕技是溫暖的胸部 被形容是當代法國最靚又最聰明的名記 光顧他的人 是可以仔細地探索他身體任何一個部位 他的絕技是 任我不生氣 他是妓女裏面的超級巨星 風魔了整整一個世代 他的絕技是 長壽 他的客人多數都是首都的藝術家 而且他是很樂意穿很少布的衣服 他的絕技 大家看到他拿了棍子就知道 他的絕技是 博爺 阿里斯 她是一個充滿活力又漂亮的女人仔 她來到巴黎是為了拓展她情人的圈子 她的絕技是 釣狗公 她是有一個小酒粒的優雅女仔 她的臉上總是帶著微笑 她的絕技是 回眸一笑 她自稱沒有任何愛情的事她是沒有經歷過的 她的絕技是 大高母 因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而且她的份人比較粗魯 所以一班斯文的上等人就特別喜歡她 因為貪她有新鮮感 她的絕技是 同時吃兩支煙之餘 再可以丟到人老母 今集就講了中西兩地的妓院歷史和文化 下一集 攝製隊會直擊日本 走訪非田新地 探討一下日本的娼妓產業 有興趣的朋友 給個like subscribe我們 拜拜 一個地方的文化 都是靠人口意相傳 甚至親力親為去延續下去 如果你都想出一分歷 很簡單 就是按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 記得按上面的小鈴鐺 如果你都很想知道某件事物的冷知識 或者背後的歷史 歡迎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